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聚焦 厦门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努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 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 国师将继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市政府召开第21次常务会议 2017年重阳节厦门市万名老年人登山洲活动启动 今年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意向登记30号启动 今天是2017年的10月26号星期四 农历9月初期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际的开放格局 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上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党章 厦门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如今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 厦门再次扬帆起航 努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 在海仓国际物流中心 一批批货品正在装箱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货品将搭上中欧或中俄班列 沿着古老丝绸之路的方向前行 在走过万里形成后 抵达欧洲的不同终点 通过这样的方式 大批厦门的电子鞋服等产品 走进了欧洲的商店 而来自欧洲的葡萄酒 肉垒 日用品等 也更多地走进了厦门市民的生活 从2015年8月启程以来 这支钢铁驼队的队伍不断壮大 从东南沿海走向欧洲 东盟 海斯路斯在这里实现无缝对接 三年来 中欧中亚班列已经累计发出174列 累计获值27.84亿元 当代丝绸之路在这里愈发生机勃勃 关于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产数 我们是深受鼓舞的 随着一带一路朋友签的这种增加跟增大 我们非常有信心 也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中欧中亚快速班列 推向更新的一个新时代 自贸区里驼龄阵阵 而厦门港内风帆正阳 就在上周 厦门港务新开通了 从厦门到汕头到蛇口的集装箱搬运行次 这也意味着今后厦门货物可以直航汕头深圳 这也是厦门港将腹地范围进一步向南延伸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海港口城市互联互通的 又一重大举措 作为全球排名16强的集装箱港口 厦门港依托自身优势 目前已经形成通达全球的集装箱运输网络 80多条境外航线遍布全球各大洲主要城市 20万端级的大型集装箱船也经常光顾 与此同时 厦门港积极开展集装箱支线运输 拓展厦门港腹地 这次新开通的厦门至汕头至蛇口周班航线 就属于支线航线 随着业务的不断作大 厦门港务还将开展 以远东至欧洲地中海为主线的 干散货运输业务 并适时推进境外集装箱运输业务 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成一 19大报告当中指出 要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努力实现贸易畅通 打造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对我们这个行业人来讲备受鼓舞 坚定了我们后续开展相关业务的决心 近年来 厦门企业加快了 走向一带一路市场的步伐 本土的客车 茶叶 服装香包等 都在海外有良好的市场表现 据厦门海关统计 今年前9月 厦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1264.2亿元 比增18.7% 占同期厦门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9.3% 与此同时 厦门与一带一路国家 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也不断加深 厦门在泰国 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友好城市 下大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分校 受到当地热烈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际的开放格局 这一论述给厦门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 厦门正在全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努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 在19大精神指引下 再次扬帆起航 本台记者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 按照兜底线 知密网建机制的要求 全面建成覆盖全民 城乡统筹 权责清晰 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近年来 我是通过加快推进全民参保 社会保险服务民生保障的成效显著 未来 我是将继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获得感 19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在这方面 厦门一直在努力 截至今年6月末 全市基本养老 工商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62.3万人 200.93万人和199.41万人 林立是市社保中心社保卡管理科的科长 这几年她深刻感受到了厦门参保人覆盖面的不断扩大 相关职能部门给参保人提供的服务也不断完善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现在市民补办社保卡 三分钟就能在机器上实现立等可取 这个月起 退休证也能邮寄到家 老百姓办事已经实现多走网路 少走马路 习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全民参保计划 那对于这项工作呢 我们厦门市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 就在全省率先在六个区推行了这项计划 而且是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那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不断开拓进取 把党的更好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 让百姓得到更切实的实惠 养老 生育 失业保险等是社保的几大项业务 今年是人社部门着力打造15分钟服务圈 也就是让市民从家里出发 不行15分钟就能找到业务窗口办理业务 从这个月开始 行政服务中心的社保窗口还实现了周末无休 方便上班族周末办理业务 打通五个部门窗口的一站式办事服务 也让老百姓交口称赞 实行无窗通办以后 我们的整个就是只要是群众来到我们的养老 失业 还有关系转移的窗口 就能在任何一个窗口办理完所有的事情 办件的就是效率都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提高 也使得群众都有了一个更好的满意度 之后我们会更好地贯彻19大的精神 继续推进这个检政办明 为我们群众做更好的服务 除了检政变明 连续13年 每年都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也是厦门民生保障的一大亮点 现在厦门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达到3422元 保持全省第一 全国前列 除了城镇职工外 厦门还率先建立了城乡统筹议体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经过几次上调 目前厦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260元 同样位居全省第一 全国前列 10岁60岁吧 周岁就有760多 现在65岁啦 西岁啦 差不多有4年的那个实在的增加的那种 大约是1400我们很喜欢老百姓他每年都增加 我们老了都都花钱嘛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市长庄稼汉主持召开第2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重点项目安排 降低企业成本 完善审计制度等事项 会议研究了明年重点项目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 重点项目建设事关城市未来发展 各区各部门 各管委会 各指挥部 要把项目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强化责任担当 加大推动力度 为城市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要加强谋划 围绕产业链群 新城新区 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 生态文明等城市发展短板和群众需求 全面梳理 统筹策划 深挖潜力 持续谋划生成一批高质量的项目 要加快进度 紧紧围绕项目目标任务 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进一步集中力量 集聚资源 集成要素 全力推动项目 尽快开工 尽快投产 尽快建效 会议通过了我市 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 决定从税费 融资 制度性交易 人工 用能用地 物流等方面降低企业成本 会议指出 降成本是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对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增强服务意识 加强宣传 指导企业 用好用足政策 确保降成本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通过了完善我市审计制度若干问题实施方案 会议强调 完善审计工作制度 一 要坚持标本监制 着力建立审计长效机制 完善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相结合的审计模式 设立审计问题和整改结果两个台帐 二 要强化协同 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共用 加强联合执法 形成全市审计工作一盘棋 三 要突出重点 坚持依法审计 聚焦公共政策 资金 资产 资源 权力 有利 有序 有效推进审计全覆盖 四 要用好结果 加强审计问题的整改落实 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资金使用 项目管理 会议还研究确定一批市政 交通 保障房等民生项目 昨天下午 市委市政府召开小流域综合治理 即合掌制工作 视频点评会议 据介绍 今年以来 五十多时各项责任制 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合掌制工作开展 特别是8月11号视频点评会以来 各区加大攻坚克难成效明显 在农村污水集中纳管和分散式处理方面 吉美区70个村庄生活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已全部完成 其中37个投入运行 海舱区也全部完成 目前 同安区和祥安区完成率还比较低 此外 各区的纳管进度还相对滞后 在两处黑丑水体治理方面 海舱新阳主排红区水质净化应急服务采购项目 已基本完成施工 进入运行阶段 它和同安带头锡的水质经监测均由重度黑丑降为轻度黑丑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 小刘玉综合治理和合掌制工作年度任务紧迫 当前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和突出问题 距离任务完成差距较大 形势不容乐观 他要求各区各部门要继续强化协调督导和落实各项责任制 明确目标 倒排工期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全面完成卧市小刘玉综合治理及合掌制工作年度任务 副市长张艺公主持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再过两天 传统佳节 重阳节就要到了 重阳节既是传统的敬老节 又是登高节 今天 2017年重阳节 厦门市万名老年人登山周活动也正式启动 具体情况请夏天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 今天上午来自厦门各区各行业系统的6000名老年人代表 欢聚在万石植物园登山徒步 庆祝重阳节 一大早 老年朋友们就结结好了各自队伍 整装出发 沿着万石植物园的休闲步道 大家精神抖擞 依次前进 沿途还不时有文艺表演队带来精彩的腰骨表演 给大家加油鼓劲 不乏奖劲 火力四射的老年朋友 也不忘用相机把亲近自然的美好瞬间定格下来 走出来觉得空气好 可以走出健康 走出长寿 生命在于运动 当年就是好 这样几万一支活动啊 很好 你落我落 大家落 登高望远 畅续情怀 大家欢聚在一起 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刚刚胜利闭幕的十九大 十九大召开了 选择新的中央领导人 很激动 社会福利都会改善 生活水平也都会提高 我非常关注十九大 我们这里一代人就关心国家的大事 每年的我们的工资都在增加 医疗保障体系 一地就医的体系都在不断地加强 所以说我们生活无忧无虑 过得更好 希望大家都过得更好 省老体协主席王美香 市领导叶崇庚 刘玉生 国贵荣 黄学会出席活动 据了解 重阳节组织老年人开展登山活动 在我市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活动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今年的登山州活动将持续到十一月八号 除了万石植物园的这个主会场 还有私明 狐狸 市值机关等八个分会场 分批次开展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 整个活动规模将超过两万人 本台记者报道 2017 厦门国际海洋洲将于11月3号至9号在下举行 本届海洋洲首次推出厦门海洋嘉年华 深密游客也能更多参与到海洋洲的活动中 今年的海洋洲由国际海洋论坛 海洋展览洽谈活动 海洋嘉年华活动 海洋科普文化活动四大板块组成 将新引来自欧洲 美洲 非洲 东南亚 近40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1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 参会的国内外嘉宾人数将突破千人 规模创新高 此外 本届海洋洲将深耕海思主题 强化与东盟国家间的合作 举办2017南南合作海洋论坛 第二届海洋防灾减灾国际论坛等系列论坛 本届海洋洲还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时效性 聚焦产业对接 推动蓝色经济发展 并突出公众参与 打造海洋家旅游新业态 据组委会介绍 本届海洋洲首次推出厦门海洋嘉年华 以海洋家旅游的形式积极推广厦门海洋文化 目前已确定将在观音山 五元湾 海仓湾 开展渔民文化日 水秀表演等活动 市民游客也能更多感受厦门的海洋文化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了解到 第十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将于11月3号至6号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以一脉传承创意未来为主题 主会场共设12个展馆 3400个展位 划分为工艺艺术品 创意设计 数字内容与影视 文创旅游 四大专业板块 展览面积73000平方米 创历史新高 本届海峡两岸文博会主会场将举办文化部 文化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会 厦门影视产业资源推荐会 IP授权大会 2017海峡两岸茶叶对接会等重要活动 同时还将举办两岸创意经济研究报告 2017蓝皮书发布会 海峡两岸文创移动课堂等活动 此外在厦门古安城 北安艺术区 吉美区影视总部园区 同安影视城等岛内外27个 厦门市重点文化企业 和具备一定规模和效益的文化产业园区 设置了分会场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我是召开申疑成功后 鼓浪语研究工作座谈会 来自鼓浪语管委会 是社科联及各界专家学者 就鼓浪语的保护与研究 各书几件畅所预言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崇庚表示 鼓浪语深移成功后 我们要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肩负保护鼓浪语的责任和使命 19大报告中指出 在新时代要坚定文化自信 而保护传承鼓浪语的历史文化 就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下一步应系统性整体性地 推动鼓浪语的研究 鼓浪语的研究应从历史事实出发 站在历史维度看问题 让研究更加深入 更加广泛 座谈会上 专家们认为 鼓浪语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应该成为鼓浪语历史研究的新起点 下一步要加强鼓浪语研究机构建设 做好文史资料数据库等基础工作 进一步深化 鼓浪语文史学术研究 增强学术交流 彰显国际影响力 对鼓浪语的研究 应当制定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有一个规划 有研究的重点 甚至能够生成重点研究的课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 来整合我们厦门 甚至厦门以外的社科和文史专家 形成一定的比较好的一种成果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厦门仲裁委员会召开换届会议 会议宣读了第六届厦门仲裁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林锐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组成人员颁发聘书 中兴国任第六届厦门仲裁委员会主任 据了解厦门仲裁委员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布实施后 我省成立的首家仲裁机构 近年来厦门仲裁委员会 业务发展突飞猛进 受案标的额从2012年的30亿元人民币 增长至2016年的近130亿元人民币 连年位居全国200多家仲裁机构的前十位 接下去厦门仲裁委员会将加强软硬件建设 加快区域化发展的步伐 完成在福州等地设立联络点的工作 围绕建设工程领域 金融领域 国企 民营总部经济等重点领域 多管齐下加大仲裁的宣传 本来记者报道 记者从事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是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意向登记 将于本月30号启动 这也是针对单身居民举行的专场配租活动 根据市建设局公布的轮后分配方案 2017年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意向登记 将于10月30号启动 配租的对象为满足住房面积 收入等申请条件的单身居民 符合条件的一人户申请家庭 可于本月30号至11月10号 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或镇人民政府进行意向登记 据介绍 本批将退出房源约980套 全部为岛外一房型县房 分别安排在祥安东方新城27AD块 吉美华陵花园27和同安滨海公寓等保障房小区 他们是从已完成配租的前八批次房源中 剩余出来的现房 需要提醒的是 由于一房型房源建筑面积只有约45平方米 实际居住空间只可满足一人户申请家庭的需求 因此是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规定 两人及以上户不得参加本批次的申请 本批向登记结束后 是住房保障中心将于11月15号举行公开摇号 随即受理正式申请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福建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到 2018年高考报名明天起陆续开始 高考报名分高职招考和普通高考 两者在报考对象上没有差别 不同之处在于高职招考俗称春季高考 由福建省自行命题 招生院校均为福建高校 以大专为主 普通高考则使用全国卷 招生院校包括本科和大专 高职招考和普通高考报名 均需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 其中高职招考的网上预报名 在10月27号到29号进行 现场确认时间为10月30号到11月1号 普通高考的网上预报名时间是11月9号到12号 现场确认时间在11月13号到16号进行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